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个值得沉思的日子 面对血脉生命的轮回 面对大自然的春意绽放 我们该做着什么 想着什么 也许啊 祖先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节日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风轻景明的日子里 慎重追远 永远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考和敬畏 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许许多多的文人莫克 在清明节留下了诗词 让我们今天能够通过这些文字 去解读中华大地上的这一天 有过怎样的离思惆怅 又有过怎样的寄托和期许 那么清明节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它和韩世节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吧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 敬献公的爱妾离姬 凭借美色挑拨离间 迫使崇尔和姨吾两位公子逃亡国外 流亡期间 崇尔受尽了屈辱 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一直追随着他 戒子推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次崇尔饿晕了过去 戒子推悄悄地从自己腿上 割下了一块肉 煮了肉汤给崇尔吃 十九年之后 崇尔回国做了君主 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靖文公 靖文公执政之后呢 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 大驾奉赏 却唯独忘了戒子推 这时有人为戒子推教区 提醒了靖文公 靖文公马上去请戒子推 可是戒子推不仅不接受封赏 反而背起老母亲 躲进了棉山 无可奈何的靖文公听了大臣的建议 决定放火烧山 三面点火留下一面作为出口 希望大火起时 戒子推会自己走出来 谁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终究不见戒子推 靖文公上山查看时 发现戒子推母子俩 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 已经被活活烧死了 文公腐蚀痛哭 仅意外发现柳树树洞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 掏出一看 原来是片遗迹 上面提写了一首血诗 歌谷奉君尽担心 但愿主公常亲民 柳下作鬼终不见 强似伴君作剑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 依我知识常自喜 臣在九泉心无愧 秦政亲民 夙亲民 为了纪念戒子推 靖文公下令 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 定为寒食节 小玉全国 每年这一天 静静烟火 只能吃寒食 第二年 静文公率群臣 登山祭奠戒子推 竟然发现 那棵烧焦的柳树 死而复活了 柳之千条 随风飘舞 望着复活的老柳树 文公如见故语 于是赐名 七名柳 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每逢寒食 人们都不生火做饭 只吃冷食 这个风俗 也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冰冷的寒食 寄托着暖心的 缅怀和敬意 淳朴善良的百姓 对先贤的纪念 是如此的简单 率真 感恩先贤 铭记来时路 这种铭刻在血脉中的传承 一路流淌 成为全天下的华人 高贵的基因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寒食不寒 时间来到公元1082年的寒食 这一年 苏氏47岁了 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玉 乌台诗案 受新党排斥 他被扁黄州三年了 此时苏氏已变得心灰意乱 生活拮据 他并带领家人 开拓城东 一块坡地 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 由此而来 这一天 他看到乌鸦 闲着坟墓间烧盛的纸 才知道 今天是寒食节 君王的门 重重伸锁 想回去祭奠 逝去的父母 也在万里之外 尽忠不成 尽孝不能 人生就此 找不到出路 无尽的苍凉 涌上心头 提笔写下了 名垂千古的 黄州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 已过三寒时 年年 玉兮春 春去 不容兮 今年 又苦雨 两月秋 萧瑟 我闻海棠花 泥屋 燕枝雪 暗中 偷覆去 一半 真有力 何书 聘寿年 并起 头一白 苏氏的好友 黄亭坚 偶然看到了 这篇墨迹 只见 苏氏将诗句的 心境变化 寓于书法的 点线变化之中 疏密有致 浑然天成 令黄亭坚 未知折腰 从此 书法 旷世神品 黄州寒食帖 明动九州 其实 说起在黄州的时光 依然是苏氏最快乐的时光 也是他文学成就 最高的几年 面炉焦 赤壁腹 钉 风波 等等 都是在这个期间 所创作的 用他特有的苏氏文字 还给了我们一个 明媚的春天 谁能说 这中间 没有蕴含着 生命轮回 英雄来过的密码呢 莫听川林 大夜生 何方银笑 且徐行 竹杖盲邪 青圣马 谁怕 一所烟雨 任平生 撂翘春风 吹酒醒 微冷 身头歇兆 却相迎 回首向来 潇涩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这边 你 好 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